每一个人对老师沉浸心不一样 真诚共进 对老师的沉浸是表面的 是外表的 内里面是什么 内里面是对佛法的共进 沉于中自然就行于外 里面人家看不出来 但是从外表上能看来 看到你里面 所以这些学生 哪个人有成就 哪个人没有成就 老师是清清楚楚 你明白吧 对于能成就的 专心教导 对于不能成就的 也很欢喜 看作什么 旁听神 也不拒绝他 种山根 古时候 老师 要栽培人 要选学生 完全都从这些地方看 如果老师要传法 要传道 正式指定你 把你学院拔出来做接班人 那一个考察 总在五年以上 才能看清楚 你能不能 肩负这个重担 恢复毁灭 红发立身 你能不能担起这个担子 没有这个能力 不传给你 大慈大悲 为什么 没有能力传给你 你这个担子 跳不起来 那就是罪业 这个罪业 你看看 戒经里面戒罪 阿比地狱 最狠重 所以老师非常细心 非常认真地观察 来宣伐 就跟中国 古代那些帝王 宣积成人 宣积于能了 宣积于能了 宣积于能了